自己动手,做一个简单的片头吧 片头的作用既是一整个课程视频的概括 也可以给老师们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 打上一个属于自己的标签 那接下来教你们做一个简单的基础的片头 在CS软件自带的媒体库中 有很多很多可以使用的素材 非常适合用来制作一个片头动画 最简单的做法可以是选择一个素材 比方说动态图形里的滑动背景 添加到轨道里 双击文字,更改文字 就是一个很好的片头啦 也可以用多个素材做一个相对复杂的片头 比方说我在动画背景里 选择了笔记本电脑打开背景 这个素材会重复播放 这里我只截取到笔记本打开的位置 右键点击扩展针 这里我先选择10秒 那这个电脑打开的画面就会静止延长10秒 将刚刚做好的滑动背景片头 放到笔记本轨道的上方 调整大小到适合笔记本屏幕的大小 也可以再放大一下文字 再在轨道里调整一下动画位置 让背景动画在笔记本打开以后开始播放 最后修剪一下整个片头的时长 一个看起来复杂 其实很简单的片头动画就做好了 素材的选择非常多 老师们可以发散思维 自己制作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